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细细讲解 接着第一步的结尾 男主刚从木屋走出来 又被恶魔推到了一个十万八千里的一个泥坑里 接着就变成了恶魔 但是随着太阳的上升 男主体内的恶魔居然隐藏了 树林里的雾气也快速退去 就在男主准备开车离开的时候 突然发现路没了 紧接着镜头再次快速冲向男主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冲了过来 男主急忙掉头 又回到了木屋里 因为要躲避他 男主只好先行躲在地下室 过了一会儿 确定安全了 男主才离开地下室 画面转到机场上 上一步的小霞和作死男登场 小霞现在是录音机里那个男子的女儿 而作死男当然就是小霞的男票了 两人找到了死亡之书的碎纸 准备给父亲拿去翻译 画面再转回到小屋 这时的男主坐在椅子上休息 突然听到钢琴响了 随后又在窗户外 发现Linda突然从坟墓里爬了出来 开始随着钢琴跳起了舞 原谅鬼叔在这里不厚道地笑了 就在男主一脸懵逼地看完后 以为没事了 结果Linda又从旁边跳了出来 使劲撞男主的脑袋 这么一撞 相处在幻觉中的男主惊醒 随后Linda的头颅就真的掉在了自己的腿上 还咬住了男主的手 鬼叔感觉这男主估计已经精神错乱了 为了拯救自己的手 男主不得已忍着痛苦跑到外面的仓库里 本想拿电锯割下来 谁知Linda的身体突然举着电锯跑了进来 经过一番打斗 当然结果是 具有猪脚光环的男主胜利 解决完这一切后 再次回到了小木屋 男主拿起墙上的枪防身 然后又去镜子前安慰自己 突然镜子里的自己跳了出来 没过一会儿 男主被咬过的手不出意外地变成了恶魔的手 于是开始不由自主地自残 男主为了不死在自己的手下 只好拿电锯锯掉了自己的手 就在男主将手腕包扎过后 自己的手却像只老鼠似的跑了 这可气坏男主了 对着墙面就是一顿打 结果喷出了很多的血 但是瞬间又被收回 男主懵逼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随后 整个房间的家具开始发神经的乱笑 男主也跟着八方死的笑 还好被赶来的护理员大叔和作死男打晕扔进了地下室 跟着大叔一起进树林的还有其女票短发女 当小霞听到父亲说 最后把自己和母亲埋在了地下室时 地下室就真的出现了个恶魔 就在恶魔准备伤害男主的时候 大叔及时揪着男主的头将他拉了上来 随后 大叔和男主将恶魔锁回了地下室 殊不知 地下室锁着的是小霞的母亲 但是至于父亲 就那么突然地出现在了小霞的身后 不过还好 有经验满满的男主在场 顺利拿到斧子 将变成恶魔的小霞父亲肢解了 就在几人以为可以暂时安全一会儿的时候 空气突然变得很安静 随后房子开始震动 房子里出现了一个灵魂 指引众人 只要读出书上的咒语 将恶魔送回他们的世界 几个人就可以得救 然后灵魂消失 接着狂风大作 这时小霞突然看到自己手上的恶魔之手 吓得急忙就跑进了树林 要说这女的也是傻 往哪里跑不好 为什么要往树林里跑呢 不过毕竟大叔和小霞是情侣 小霞丢了 大叔就拿着枪 指使两人去树林里找 随着镜头的快速移动 男主又变成了恶魔 将大叔扔得远远的 小谢看到这一切后 急忙跑回了屋子 拿起桌上的骷髅剑来自保 没想到 间接刺进了大叔身体里 随后小谢准备拿斧子自保的时候 大叔突然被地下室的恶魔拉走 然后变成了一滩血水 紧接着就又遭到了男主的袭击 但是当男主看到送给琳达的项链时 就变回了原样 随后 就和小谢戴着电锯和手枪 准备去会会地下室的恶魔 顺便将死亡之书的碎纸捡回来 但是纸捡回来了 恶魔却不见了 就在男主准备退到楼上的时候 突然被恶魔从楼梯间拉了下来 然后 这恶魔就准备上去攻击小谢 但是失败了 被男主用电锯和手枪打得四肢乱飞 就在两人都以为结束的时候 房子突然遭到了树枝的袭击 小谢在混乱中读出了那段诅咒 刚读完就被剑刺伤倒地 紧接着 屋外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所有的恶魔都被吸了进去 当然 也包括男主和他的车子 不过这个情景让鬼叔想起了奥特曼变身的时候 就在男主以为自己已经玩完了的时候 却渐渐地拯救了漩涡那边的人民 然后 这部电影就这么荒诞地结束了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明天的鬼玩人3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